葉建源議員 不時有無辜的人士被射中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第一 警方在上月20號出動水泡車 在尖沙咀驅散人群的時候 水泡車攻擊的目標是清真寺門外十幾個人 包括本會的議員、記者、少數族裔人士和其他市民 定是清真寺呢 以及選擇有關的攻擊目標的理據是什麼呢 為什麼當日選擇使用有顏色的催淚水劑呢 有關警務人員當日有否按指引操作水泡車呢 如果有的話為什麼有無辜的人士被顏色水射中 如果沒有的話警方會否對有關的警務人員展開紀律程序 第二 淡於本月11號晚上有一間藥房的職員 因為不份其藥房的貨物被水泡車 射濕而將貨物摘向水泡車 而其後呢 他遭到警方以胡椒球彈來攻擊和拘捕 警方將催淚水劑射向該藥房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知識到該名職員 是否知識該名職員有否受傷呢 如果有的話傷勢是怎樣呢 警方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確保日後出動水泡車的時候 不會央及不涉及示威活動的宗教場所 是否知識相互車輛記者和圖人呢 其實身體或者財物 無辜被水泡車射中的市民 可以循什麼途徑來生殺無償呢 第三 鑑於警方在本月17號 在香港理工大學外驅散人群的時候 水泡車向記者方向射水 並擊中一名記者 拒倒地和休克 並且因為牢骨骨折和腦出血 而需要立即進行手術 水泡車向記者方向射水的原因是什麼呢 以及該名記者的最新情況和善後工作 又是怎樣呢 警方會否對當日操作水泡車的警務人員 展開紀律程序呢 保安局局長 主席 警方有法定的責任 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當出現違法 堵塞道路 癱瘓交通 非法集結 縱火 投擲汽油彈等行為 以及暴力衝擊警方的防線 嚴重威脅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時候 警方必須採取適當行動 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嚴格的指引 警務人員只會在必須的情況之下 先會使用適當的武力 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之前 會在情況許可之下 盡量向對方發出各種警告 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的命令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警方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的目的 是驅散使用暴力衝擊的人士 制止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為 以及在示威人士和警務人員之間製造安全距離 以減低他們和警務人員受傷的機會 警方對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的噴水裝置 有嚴格規定 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是針對已日可能或者已經出現的情況 一、嚴重傷亡 二、財產被大肆破壞 或者三、通過佔用主幹道路 擾亂或者非法堵塞交通 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的影響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所使用的顏色物料是無毒的 是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亦都不會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 使用目的是令到示威者的衣物 以及身體表面被染上顏色 以便協助警方辨識這個人 是否曾經出現於暴力或者非法集結的現場 我必須指出 警方使用武力是應對當時的情況 它的地點和程度 都是取決於當時的暴力行為 和現場的狀況 如果市民以和平、合法、有秩序的形式進行公眾活動 警方根本無需要使用任何的武力 我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10月20日 九龍多區出現暴力示威和破壞行為 陷有人無視法律 違法鼓吹市民在尖沙咀區 參與未經警方批准的集結 大量的示威者佔據尖沙咀一帶的道路 並且有暴徒向尖沙咀警署 投擲大量的汽油彈 以及在旺角油麻地 以雜物設置路障 並且燃燒雜物 暴徒的縱火行為 嚴重威脅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 妄顧火勢可能波及附近居民的危險性 警方因應情況需要 調派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驅散彌敦道一帶的人群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進行驅散的期間 發出警告 並且是鳴響警號 聚集的人群應該在警告之後散去 否則因為射水的時候 會覆蓋一定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人 都可能被水射到 在當日的驅散過程裡面 顏色水是射到九龍清真寺的正門 以及大閘 以及附近的人士 行政長官和警務處長期後 已經與多位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代表 以及其他香港穆斯林社群領袖會晤 解釋警方的行動 並且就行動造成的影響自協 投訴警察課 已經收到兩宗 和事件有關的投訴個案 並會按既定的機制 妥善處理個案 警方在早前 也都已就當日執法的時候 使用顏色水 而影響到沿途其他建築物 商戶以及居民等自以協議 第二 我重申警方尊重宗教自由 絕對無意冒犯任何宗教團體 並且會一如以往 盡一切的能力 保護宗教建築物 第二及第三 11月11日 有網民號召在當日進行三罷 在清晨開始 大批人士在廣告新界不同地方 四處作出堵路、縱火以及大肆破壞等暴力行為 包括晚上有暴徒在旺角一帶聚集 嚴重堵路和大肆破壞 在11月17日 大批暴徒佔據理工大學對出的路面 非法倒路並且投擲汽油彈 嚴重破壞社會安寧 和在場人士的人生安全 在這兩天的行動裡 警方為了處理這些暴力場面 調派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進行驅殺 就議員在問題提及本月11日的事件 由於涉及的刑事案件 仍然是調查之中 我不適宜就個案的細節 作出進一步的評論 至於問題裏面提及本月17日的事件 我留意到有媒體作出報導 但警方是沒有接獲事件的投訴 沒有掌握有關的資料 無論如何 任何人士就警方行動有不滿意的地方 可以向警方作出針對有關行為的投訴 以及要求賠償 投訴警察課已經成立了一隊特別隊伍 專責處理自今年6月9日起發生的 大型公眾活動有關的投訴 這個專隊的成員 都是沒有參與有關公眾活動的執勤工作的 確保投訴能夠得到妥善處理 因為暴力罪行 或者執法行動受傷的人士 可考慮是否可以符合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的條件 而申請賠償 警方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的時候 正如前民所述 都會作出警告和明起的警號 讓聚集的人士散去 射水的時候覆蓋一定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不散去的人群 會有被射到的可能 警方會吸取每次行動的經驗 務求既達到執法 又或者行動的需要 又減少期間可能引起的不便影響 多謝主席 葉建源議員 主席 都可能會被水射到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要驅散人群的話 有射水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波及誤中一些其他的人 但是在尼敦道當時哪裡有人群呢 我們見到的水泡傘 是很清楚瞄準清真寺 或者清真寺前面在行人路上面的少數人士 這個是為什麼它要刻意這樣做呢 這個是它是裡頭有瞄準的機制的 它不可能是誤中的 所以局長的答覆是根本是答不到的問題 我希望它講清楚 為什麼水泡傘要射擊當時在行人路上 這幾位人士或者清真寺 這幾位人士是否應該得到局方的道歉 包括譚文豪議員 包括毛漢先生 和在場的記者和其他人士 局長 多謝主席 剛才議員的提問 我相信我在兩方面去答他的問題 第一 剛才我所說 在操作的原則之下 以及我們一般使用特別人群管理的用途車 他所應該是怎樣運作的 除了有指引之外 在真真正正去使用的時候 因為覆蓋了某一定的範圍 如果在這個範圍裡面 聚集的人群被有關的水射到呢 這個是一個我們相信是一個現實來的 也都是使用這些車輛裡面 在驅散裡面作出的考慮 這個是一般情況 但是我也都在主體答案裡面 講得很清楚 題目所講 當日使用人群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它的情況實際是怎樣呢 已經有投訴作出了 這一方面的調查 在當日的使用情況 實質上 是不是要有處理的地方呢 在調查投訴的時候 當然會向在場的人士 投訴的人士 拿了詳細的口供 考慮到他的口供之後 也都考慮參與當時的情況的警務人的口供之後 作出一個整體的評估 公平公正去看看 他當日使用這一次的車輛去驅散人的時候 他的做法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指引 或者要求 這個是會由投訴警察科 公平公正的處理的 當然警方也都明白 在使用有關車輛 因為它覆蓋一定是有一個範圍的 而如果是影響到其他人士 他已經作出了一個公開的聲明 是表示協議的 多謝主席 不要回答你什麼問題 他是不是刻意去射向那些的人群 或者清真史呢 這個問題是關鍵來的 請你提出的問題 局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 我剛才所說 所有關提出的不滿意的地方 或者認為警方在今次裡面的做法 投訴的人士滿不滿意呢 已經是作出了投訴 這也是在調查有關投訴裡面 必然會查夠的一件事 多謝主席 吳永卡爾 多謝主席 據了解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即是經合組織 的三十四個成員國中 已經有十七個 是配備了類似水炮車的車輛 而這些國家 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 和比利時等等的執法機構 已經使用了相關的車輛 去處理大型公共的集結 已經是國際慣常的做法 但是坊間就著警方出動水炮車 仍然有些疑問 而認為水炮車的殺傷力比較大 而射出的顏色水也有可能帶有毒性等等 政府可不可以就上述兩方面作出澄清 或者是警方在使用水炮車的時候 會不會跟其他國家相關做法 和指引有分別 例如是我們的水炮車的水壓高一點 還是別人國家的水炮車的水壓高一點 董事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剛才的提問裡面提及 有不同的先進國家 都是用著我們所提及的人權管理 特別用途車去處理一些大型的示威 或者公眾活動 這個資料如果是容許我們 我可以再提供不同的 大家較為熟悉的西方國家 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荷蘭、英國、韓國等等 都是有用的 提問也有問我們的做法 跟這些國家有沒有差異呢 我們是跟這些國家所使用的一些指引 目標和方法是很一致性的 而事實上當我們訂購有關的車輛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外國訂購回來的 在法國訂購回來的 在訂購之後 我們也是根據提供的公司 給我們一個訓練課程 也有說明是怎樣安全地去使用我們有關的車輛 我們的警務人員是按照車輛的指引 安全指引去做有關運作的 再者我們的水炮車 我們可以用這方面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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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外國管理特別的用途車 包括它的力度 包括它的水壓 包括它的水壓 其實也是跟外國的車輛 是很類似的 有一致性的 由於我們訂購回來 都是一些跟外國的標準 是很類似的 譚文豪議員 主席 譚文豪議員 主席 譚文豪議員 是否有除了顏色染料之外 加入了一些會令人感覺到灼傷 或者呼吸困難的催淚 或類似的化學物品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剛才說得很清楚 譚議員已經作出投訴 所以在處理譚議員的問題的時候 第一 剛才清楚回答不同議員的提問的時候 我都指出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 會就這個投訴作公平公正的調查和審視 確保我們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第二 我不會針對每一次在警方的行動 因為警方所提供的資料過去或不同的場合 都有說明有時候在行動需要裡面 在使用有關的車輛 它是會有很可能放入一些催淚水劑的 而催淚水劑的目的 其實它的作用跟我們一般的目的分別 是用來令到驅散有關的人群裡面 更加達到行動的需要 在這方面 警方也說出 它在不同的行動需要 會作出不同的行動部署 而使用不同的方法 多謝主席 第五項質詢 淘緊身軟 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先放咪式吧 謝謝主席 主席 她沒有回答 剛才很清晰的 在你整個答案 你是沒有回應到催淚水劑這件事 為什麼你在書面回覆這個問題 你完全避開了 只是說說藍色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些色素來 是沒有讀的 你剛剛才說催淚水劑 為什麼葉建源議員問得很清楚 剛才問得很清楚 在當時那一刻 這個不是你剛才問的 剛才我是這樣問的 這個不是你剛才問的問題 請你在其他區域去看 剛才問的都很清楚 梁國安議員 第五項質詢 淘緊身議員 你剛才問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她沒有回答你 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請你坐下 淘緊身議員 第五項質詢 我不是幫助官 我剛才不是開著咪咪的 所以我回答你 請你收回 請你收回 此凡 請你收回 此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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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在議會上的舉止是要適當和尊重的 但你同不同意剛才我不是發言的一部份 所以不能收回 我走了出去 即是你在座位大聲說話 我走出去 我自言自語得不得 有什麼規程問題 我想你澄清究竟譚文豪議員剛才指控你什麼 我想主席澄清一下 會議員再暫停